说到到国民老公王思聪,大家都非常熟悉,因为直播行业的火爆,他可是掏下了巨资,去投资这一行业,比如随着牛猫经历的上线,王校长举办节目造型,还投资意义,举办节目TELLO女神,而在王思聪的身边也是从来不会缺女友,逗到一直以来,其清秀的长相备受夸赞, 虽然有网友质疑他是听过整容来获得王思聪青睐的,不过不管怎么样,TELLO确实能够在王思聪的身边,抄肠待机,这就是本事 王思聪喜欢大肠腿,网红脸,毫放中带着浪荡的女孩,大家都知道,在楚桥传中,小巴的扮演者朱胜伟的情况最也能关注,不但作品让他出名,他和王思聪开展也是引来网友的热议 作为号称娱乐圈纪委的王思聪,说他因为上戏不惜出卖自己,背弃有些,不择手段,后来两人闹到法院,竟然还是多胜伟胜诉,这确实也是让王思聪看清楚了他是什么来头的大家都知道 王思聪可是让点不及,纳过不少娱乐圈的人,包括女神范冰冰,可是对于赵丽颖,似乎并不感好 王思聪也从来没有去,说过赵丽颖一句,难道真的和林更新有什么关系吗?不得不引发大家的猜想 而前一段时间,国民老公又有新动作,居然打算凭着赵丽颖的人气,愈发三千万签下赵丽颖,邀请赵丽颖去当游戏主播 这赵丽颖肯定是不愿意啊,也没有做出回应